要告诉你的是,我国出现了尼日利亚变种病毒株 两名从迪拜入境的外国人在机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医药研究学院分析病毒基因以后,证实属于尼日利亚变种病毒株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表明,这个变种毒株多个次突蛋白突变 其中还包括了可以避开免疫系统的E484K 可能会降低患者的免疫系统,传染率更高 尼日利亚变种病毒株B1525入侵我国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早上发文表明 两名外国人日前从迪拜入境我国 两人抵达之后,在机场接受实时聚合没脸反应试子检测 结果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医院研究学院抽取两人的病毒样本,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分析结果证实,两人感染的是尼日利亚变种病毒株 其中突变的次突蛋白包括E484K、Q677H以及F888L 另外还出现英国变种病毒株当中的蛋白缺失 其中E484K必须高度关注,因为病毒会避开免疫系统 而尼日利亚变种病毒株可能会降低免疫系统,传染率也更高,势必加剧疫情 诺西山表明,卫生部会继续和医院研究学院以及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 密切监测尼日利亚变种病毒株导变化和发展 至于第一阶段接种疫苗计划,全国目前有99,616人已经注射第一剂疫苗 沙拉越至今有14,134人接种,是全国最多人接种的周数 吉隆坡和吉兰丹各别有将近1万亿千人接种 至于疫情严峻的雪兰额,截至今天有6,483人已经接种